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可替代的永恒真幸福 The inner awakening of life is irreplaceable eternal happiness 以下共享 语录感谢汉 今日圣玄语录主要探讨 内在觉醒的重要性 知简述如下 第一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 本心是为终极本质 意及照见佛性 六祖谈经云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 清典教导 行者立即终极本质的如如不动 方能动策宇宙万象来自阿拉耶使之投射幻象 不再为其所束缚 我人唯有内在觉醒本心 方能解脱所有烦恼 迈向原众菩提 换句话说 一切中途的修学 无力原正终极本质 是为无益 第二 内在觉醒不可替代 生命内在觉醒是为觉醒自我本心指向 立即不恶中道 超越现象界的二元对立 超越一切束缚 内在觉醒应该具有下列几个特质 一 测误现象界的存在 来自阿拉耶使的投射 二 允许现象界千差万别像的存在 不被宇宙万象风情万种所迷惑 三 不止取二元对立任何一端 因为现象界的特质就是二元对立 止取任何一端是为烦恼端 四 测误佛性特质 佛性就是本性 本性 空性 法性 等终极本质的一名词 它最大的特质就是如如不动的寂灭 五 觉悟与更高维投射端 实属同一本源 透过宇宙全习观 我仍了知三维与更高维 实属同一个密不可分的连线 根据这一点了知 法华文具纪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详见大政杖第34册 宗论生命内在觉醒永恒真幸福 生命经历内在觉醒的替称 不再迷失在宇宙万象的风花雪月之中 不再受烦恼残负 二六时钟清静 超约二元对立 生命呈现最高度的自由 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谓永恒的真幸福 最后圣旋公主国泰民安 战亿圆满 并耸和福 千祥云祭 万福并争 每周五早上七点 不见不散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